第二个就是向左 向左的问题 向左的刚才球员也很多 是不是 一发力的时候他是这样 他平时打这样 然后一发力 为什么会向左 因为他想发力 他没有找到这个空间 对 就你看 我拉球看 由后向前的这个空间 这是一个空间 他这儿不够 所以他这么打 他没有质量 他只能向侧发力 产生更多的空间 对 根上的问题是你没有引盘 没有跟球之间的空间 他贴着球走 比如说球在这儿 他在这儿 所以他这么打 他没有质量 他就只有往侧向发力 产生更强的一个空间 更大的一个空间 更大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的空间是什么 往后引盘拉球 或者机球一转腰往后引盘 对 产生由后向前的空间 他因为他没有空间 所以他没有质量 没有质量 他就想别的着 那就是我加大 后面后续碰到球以后的 后续的冠心力量 我就向左走 所以普遍向左走的这个 他有一个啥问题 就向左发力的人 特别容易下网 对 你看因为他横扫嘛 他特别容易下网 除非球给你高点 你没问题 对 你不会下网 上下的稍微低点的颗粒的 你百分之百打不了 高点还容易出界的 往左飞了 往左飞 有个边线出界 特别容易 所以这个问题也得改 因为它也会导致 我跟大家说 所有的错误动作 在训练的时候 它是看不出来啥的 别人能打一百板 错误动作也能打一百板 只有在比赛遇到不同 因为比赛你是从这开始的 短长 高低 转慢 快慢 都没有 侧上侧下 当初遇到旋转和位置不同的时候 错误动作就开始产生失误了 你训练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啥 你这样让我打一千百 我也能打 跟我这样打是有个效果的 是的 但是它的准确率和上台率和正确性 它一到比赛里就显现出来了 正确动作就十个九个上台 错误动作十个七个上不了台 它一到比赛 它就显现出 错误动作还有一个 就那天有一个去我问我 说肖老师我肘疼的不行了 我该如何改善 真正能够改善你的肘不疼 腰不疼 肩不疼 臂不疼的主要的关键点就在于正确动作 对 把动作变正确 正确动作就不疼了 因为你错误动作后仰 你会腰疼 因为你肘翻 你会肘疼 因为你肩架 你会肩疼 对 对不对 因为你甩腕 你会手腕疼 一切的这些疼痛 都是因为我们错误动作 因为业余的这个训练量 根本就不是很大 对 不至于受伤 不至于受伤 一定是 本不应该它来承受的压力 你让它承受了 所以你花多少钱去制肘 制好以后再去打错误动作 它还会疼 它根的问题没解决掉 你告诉他 别往侧发力 别往侧发力 你到我这来了 不往侧发力 回去他还得往侧发力 为什么 因为他发不上力 对 他只有往侧发力 他才有可能打死对方 可以找到根源的问题 根源的问题 就是向侧发力 就是因为他没有向后的空间 所以他没有合力 他是这样的 他就只能 对 大家去找一下吧 如果向侧发力的 球友往后 比如说你攻球的时候 你就快点引盘 别被顶住 他就能发上力了 拉球的时候 向后引盘空间大点 看 向后引盘 下旋的时候 也是充分的引盘 不要离球太近 离球太近 它就变成 只有打开 这才是击球 对 这才是击球 一旦是你向前的力够了 你就不会向左了 因为你不够 所以你带住球 它必然向左翻 嗯 它根源的问题 不是你想错 而是你的前期的一些失误 导致你去做一些 错误的调整 对 然后我们就在 错误的动作里 越走越远 好